请问,在龙的众多儿子当中,谁最厉害呢? 老五酸泥,是最接地气的,也是最厉害的一只 那你能介绍一下他吗? 酸泥,一般人叫他蒜泥 是老色龙与一头母狮子生下的孩子 这祸极懒,能坐着绝不站着 而且他极好抽烟,尤其是喜欢去寺庙里吸二手的 别看酸泥懒,但人家信奉,头可断,血可流,皮鞋不能没有油 满头离子烫,拉风得很 在神话传说中,酸泥最喜欢去寺庙中听禅 一待就是大半天,一动不动 同时还喜欢在香炉前静静地吞云吐物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耐心打动了地藏王菩萨 于是就将他收为了坐骑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地厅 如果说牙字是龙的众多儿子中最残暴的 那么酸泥就是最能打的一个 哪怕是修炼千年的蛟龙,在他手底下也过不了三招 正是因为酸泥的战斗力爆表 所以古代的大户人家才把酸泥的石像放在家门口看宅护院 相信很多人都把石像当做了石狮子 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 你见过脑壳那一坨毛团成云 而且有两个獠牙的狮子吗 人家那是既抽烟又烫头的酸泥 Iyote my horns are crazy PD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